而在花莲文旦又平静的现场当中 花莲高农园艺科同学他们担任志工 协助排列文旦剥果皮剥果肉等等 让评审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 而同学们表示说 有机会可以参与事物学以致用 也学习柚子糖度测试 肉质风味辨识 还有果皮厚度色折盘扁等 平静的专业知识他们说都很开心 穿着绿色的志工背心 在现场来来回回穿梭忙得不可开交 有时候要排列文旦 还要剥果皮剥果肉等工作 看似轻松但是专业技术都在里头 他们是国立花莲高农的园艺科二年级的学生 每年都会受邀瑞税农会全程协助 办理花莲县文旦又果皮建竞赛的相关事宜 学生感到兴奋又荣幸 柚子我们在剥 然后它其实跟园艺科有关系 因为园艺科有原产品加工 所以这个柚子刚好可以 我们它的皮可以萃取精油 然后它的 这次的活动是品鉴嘛 然后顺便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花莲农工这次有22位学生来担任志工 花农 园艺科多年来受邀瑞税农会 全程协助办理竞赛的相关事宜 学生说有机会参与事务工作 从做中学学中私私中做的学与之用 我们家附近很多果园 然后就是也有些在种柚子等等 所以也常常就是跟家人一起分享 跟朋友一起分享 学生也说这当中 食物学习柚子糖度测试 肉质风味辨识 以及果皮厚度色泽判别等果评鉴 专业知识非常开心 记者高双双瑞税香采访报道